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今天呢,这个中国军方高官啊 对中美关系发强烈示茧 罕见的引用了这个敏感词汇 那么这位中国军方高官是谁呢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政治军队思想的这个许其亮 许其亮的这个讲话是非常重磅啊 我跟各位来说一说,引用他的原话 据英国《每日邮报》3月8日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其亮日前出席全国两会时表示 经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与新冠肺炎疫情 中美关系日益紧张 双方难以逃脱,休息抵得陷阱 中美因增强,因增加国防预算以实现军事现代化 进而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 报道称,中国官员过去很少公开讨论,休息抵得陷阱 徐其亮此时此刻发出此种评论 可能是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主政下的中美关系感到担忧 拜登日前在首次外交演说中,点名中北京是华盛顿最大的竞争对手 而美国也将大幅度延续特朗普采取的强硬路线 那么美国蓬佩社3月9日报道了徐其亮上述言论 称徐其亮的讲话是上周五,也就是3月5号发表的 有关内容呢,最近才公布 那么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言论呢,实际上是非常严重了 这个是中国所谓的全民备战 那么徐其亮讲这番话呢,确实很严重 大家要知道,有一个叫做休息底德陷阱 那么是这个美国的战略家提出来的 主要呢,就是针对中国的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极具发展的国家 它崛起的,绝对会引起这个现任的 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霸权国家的不满 甚至是直接就是开战 也就是所谓的,消灭老二国家 要挑战老大国家的这个理论 那么,这一期呢,我就要跟大家来讲讲 为什么说徐其亮讲不可避免的战争 确实是,最主要的点就是南海这个点 南海这个点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它北京不是在说 中美观,这个台湾事务啊 没有这个商量的余地 也就是没有这个什么余地 这个话呢,确实是正确的 那么美国的 今天白宫发言人 那个蜥蜴人的那个女人啊 大家都知道 那个脸跟那个蜥蜴人一样 没有笑脸 笑起来也很恐怖,很惊悚 像那个恐怖片里拍的那种样子 那他呢,今天就是说了 美国既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同时呢,也会继续向台湾军售 以维护啊,这个台湾的一些 这个自主的一些防卫的一些权利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是拜登上台时候 他已经讲了 他说中美是要竞争 但是要有一根底线 他这个底线他在画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在走钢丝啊 他既这个成立你的 中美联合三个联合公报 这也是这个中美建交的基础嘛 对吧 那么 现在呢,他要对台湾军售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是想把台湾打造成 自己的国防一线 但我说过 这个国防一线啊 呃 不是说美国直接介入 台海的战争 而是间接介入台海战争 那么现在呢 就是美国又要这个 啊 呃 要在第一岛链建立这个 反导系统 也就是说要彻底要遏制住中国 他建的反导系统 那么主要他是要拉拢的是日本 在日本这边啊 建立的这个反导系统 台湾的导弹 他卖给他是用自卫用的 那么在第二岛链 大家看啊 这一根啊 这个就是第二岛链的一根线 就是关岛 看到没有 对面就是关岛啊 北马里亚纳群岛 就这一带啊 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就是呃 徐其量说这番话啊 他的这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印太战略 那么和美国的印太战略呢 实际上是有冲突的啊 是有冲突的 呃 我这一集也会跟大家解释清楚 我之前讲的中美水下军事对抗 这个啊 这个理论的这个来源是怎么样子的啊 那么也跟大家就是说用地图的方式啊 给大家解释解释清楚 因为之前我那样子空说呢 很多人听的云里雾里的啊 很多 甚至是自己去找这个地图 有的有的呢 找了地图以后呢 也找不准 也不知道是干嘛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来讲啊 那么呃 关于台湾这个地方 大家要知道 美国我说的 他中国大陆武统的时候 他一定会揭露 但是他揭露不是说是呆蛙 台霸子他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子 好像哎 这个美国的揭露 就就是替我们去死 替我们参加战斗 那不会 那个他想多了啊 嗯 我说的记录就是 我昨天其实也讲过 就是啊 这个以电子战啊 这种方式记录啊 来干扰中国大陆的 这个武统的这个时间啊 来干扰中国大陆的 武统的这些啊 电子参数 也就是说 他要得到你的很多的武器的这个数据 来自针对你这些武器 制造啊 这个相对应的 遏制你的这些啊 武器装备啊 呃 主要就是以打电子战 网络战啊 和这个情报战的方式 来帮助这个台湾啊 这一点是我们是不用去怀疑 肯定他会这么做 啊 间接的介入 呃 那么现在中国呢 我们自己本的印太战略呢 是啥意思呢 就是美国他的 这个认为这个南海 不合法的这个这个原因的是 实际上是1982年 呃 我们中央人民共和国 也签出了一个 就是国际海洋公约吧 也就是所谓成了十二海底 十二海底 这个才属于是自己的这个 呃 这个叫做 呃 领海 那么他们就是认为 这个南海的主张 就是非法的啊 非法的 但实际上南海主张 是不是非法 不是非法的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们的领土 对吧 呃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是九段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但实际上中华民国 他这里有这边 还要到这边 这两段 呃 在北部外这里 这就是十一段线 呃 那么现在呢 我国的这个军事部署 是怎么样的呢 啊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南南沙啊 这个南海 这个南海对吧 东沙呃 中华民国时期控制 对吧 那么这一带 那全都是我们控制 那么跟越南有西沙 还有南沙呃 靠西的这些岛屿 有它占领的啊 那么我们还有个中沙群岛 那么黄岩岛呢 跟这个菲律宾啊 菲律宾跟我们有有争端啊 他也就是购买 那个印度的布拉莫斯啊 这个 这个超高音速导弹 来瞄准我们的这个舰啊 那么这里我们没有没有就是进行这个吹杀造岛啊 那么下一步也要进行的啊 在这一带 因为这一带直接面对的就是美国呢 在这里啊 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这个苏比克湾啊 苏比克湾 那么苏比克湾大家都知道吧 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个 以前的他非常看重的一个基地啊 就是在这一片 呃 这个叫做巴蒂斯塔岛 呃 巴拉旺岛 这个叫巴拉旺岛 他美国呢 就有一个叫做 呃 巴蒂斯塔空军基地 就离我们很近啊 他的P8A啊 每次都是从这边飞啊 从这边起飞 直接 进我们的海南这边来侦查 那么 我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南海深海堡垒啊 所以我开的是这个谷歌的这个地形图啊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种黄海 东海啊 黄海跟东海 渤海啊 我们核潜艇从这里 葫芦岛这边造出来 那你黄海 东海都是属于浅海啊 很浅的 你甚至是 黄海 浅海这边都是水深才几十米深啊 包括你到这个台湾海峡这一带 那个水深才几十米 都不深啊 那么这一带都属于浅海 你说在浅海你和河潜艇 你怎么活动啊 大家说是不是 你看 北部湾这里 中国大陆的这个 啊 海基线这一带 你看 林海这一带 全是这个浅海 那么只有说到了这个 台湾的这个 啊 西南部 东沙这一线 才是进入到 进入到这个深海 对吧 进入到这个深海 然后深海以后 在这一块 南海的这一片 全是深海 看到没有 这是像一个凹陷下去的一个洞 全是深海 那么咱们的核潜艇 就是在这个里面活动 吹沙造岛以后 也是有利于我们的核潜艇的活动 那么我说过啊 啊 看到没有 这边 这边都是很浅的啊 这边啊 所以说咱 咱们的核潜艇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怎么样到 到这个印度洋啊 这个核潜艇是从这里 啊 这样下来 啊 经过这儿 经过这儿啊 也就是沼沃海的这一带 啊 经过这儿 还有这儿 啊 这里就迅他海峡 啊 迅他群岛看到没有 迅他海峡 从这儿出来 这都是深海啊 这都是深海 然后 进入印度洋 这里全是深海 然后啪 就到了 到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一带了 那再看看 啊 到了巴基斯坦这一带 我们是这么出来的 那么这个 所以说我们呢 到印度洋 也有我们的这个 常规动力潜艇 也有我们的核攻击潜艇 啊 所以说 呃 美国现在 它火的是什么呢 包括中国跟澳大利亚啊 中国为什么要搞澳大利亚啊 我今天再给大家 来解释一下啊 你如果咱们潜艇从这儿过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中国的潜艇 真正要进入到这个太平洋啊 那要走这个巴士海峡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巴士海峡水深 有个三四千米的 这个地方啊 那么每天呢 这个美国啊 它的P8A飞到这边 我咱们的这个从啊 这个汕头这一带飞过来的 这个每天就所谓的老台的 那个飞机啊 运巴反显机 就是在这一带 也就是说在这一片 啊 在这一片 有美国的核潜艇在这儿 啊 我们中国的核潜艇也在这儿 啊 那么这边 你看台湾东部是深海 这一步 为什么我说北部 啊 东部 南部 都有咱们的核 这个潜艇 包括台湾它也承认 确实有 我们的潜艇 包围在这一块 那这一块你是潜海 你怎么包围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一块都是咱们的潜艇啊 都在这边 待命了 那么咱们的核潜艇 要从 要出去 这一条 呃 巴士海峡是最快进入到 这个太平洋地区的 对吧 那么咱们的 这个 嗯 核潜艇 咱们的核潜艇啊 只要到达这个 菲律宾海啊 到达这个马里亚那海沟 这一带 啊 就可以怎么 直接对美国 放潜舍洲际弹道弹 直接可以攻击美国本土了 啊 就在这 这一片就可以直接攻击它了 啊 但是如果说 让我们更加跑 跑到夏威夷这一带 跑到这一带 跑到这一带 南太平洋地区 那攻击美国呢 美国更加难以防啊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呃 这一边啊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呃 苏鲁海啊 和这个苏拉威西海 应该是啊 这里还有这个啊 苏拉威西海 这条线呢 也是呃 可以这个 潜出到美国去 所以说呢 美国呢 啊 在帕劳啊 在帕劳 他也在搞这个 所谓的监视咱们的 这个啊 行为 就是随下监听设备 监听咱们 所以咱们这条线 要出去呢 也有点这个困难啊 就目前来讲 也有点困难 美国在在这呢 他直接有这个监听设备 就在帕劳啊 这是帕劳 他非常重要的一个 呃 一个这个岛国啊 他在这边监视咱们 他这条线给咱们堵死了啊 但是我们要过也可以 但是说过这边就风险大 你看到没有 这边啊 地形平坦啊 非常有利于什么 这个监听 声纳监听设备啊 搜寻咱们潜艇 那这一带呢 就是美军 俄亥俄呀 弗吉尼亚呀 就都在这一片啊 看住我们 只要我们一出去 他就跟在这个后面啊 比如说我们到这边 要放洲际弹的导弹了啊 他放两颗鱼雷 把咱们给击沉掉啊 这是他要干的事 所以说现在呢 咱们就是啊 走这儿了啊 走阿拉弗拉海 这个叫托雷斯海峡啊 就这里的托雷斯海峡啊 直接就出去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城市叫呃 这个叫做达鲁岛啊 达鲁岛啊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前不久啊 买下来的啊 这个花了两百多亿美元 买下来的 就是说在这边要捕鱼嘛 啊 这边呢 它是一个深海地区啊 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啊 建立了这个鱼场啊 但是具体干嘛的啊 大家大家就就自己心里有数据好了啊 那么你澳大利亚呢 要在这个地方啊 和达尔文这个地方啊 你要想要来造这个水下监听设备 监视咱们 那你说咱们能不给你脱钩吗 咱们能不把你往死里整吗 大家说是不是啊 哎 我们从走这个叫东南航道啊 走这儿 直接就是什么 进入到这个中太平洋的地区 那朝着美美国干 前射洲际弹道导弹 它根本就防不住啊 它现在围堵就是在你第一跟第二导弹 这边来进行 咱们对咱们进行围堵 那么咱们就是要冲破这个所谓的导链啊 当然现在这个导链呢 实际上我们突破没问题 但是水下突破啊 是重点 所以说我为啥是想要武统台湾的 对于我一个军令来讲啊 武统台湾的军事价值啊 是远高于它的所谓的这个政治经济价值 所以它的军事价值是比较比较重要的 那么咱们在这儿啊 这你看到没有 苏澳啊 苏澳港在这儿吧 这不是苏澳吗 看 大家大家看看呢 宜来线的苏澳啊 那么在这儿呢 它是有一个声纳监听系统 往这里一装呢 看到没有 这两片都是往外面像扇星一样的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就是海底地形比较平坦 直接可以啊 在这里装了这个水下监听设备 直接可以监视到关岛啊 看到没有 美国关岛 从这儿监视到美国关岛这边的核潜艇的动向 那基本上 美在这里进行反潜 那美国呢 我们咱们就把运巴都停在这儿 往往往这儿飞 那这里进行反潜 那那那美国他啊 就很怕这个事啊 很怕这个事 所以说他非常的恨咱们 在南海搞这个水下军事堡垒啊 所以说他一定要想尽千方百计 来遏制住咱们啊 遏制住咱们 呃 他的他的这个担忧是啥呢 咱们说是说 平时让这些船队可以过啊 但一旦是战时了 咱们就要进行海上封锁了 因为2016年咱们要打普利宾的时候呢 已经演练过一次 路这个海空封锁 确实把这全部封锁 三大舰队在在在这儿 没有别别别的船赶过啊 确实把他给封锁了 所以美国呢 他很恨你啊 因为你把这边控制以后 他搜紧咱们核潜艇啊 就特别难 特别难啊 而且这一代这个地形啊 你看看西里博斯海 这一代地形 它是苏鲁海 这地形特别复杂啊 这一块 那么前不久呢 不是有印尼的渔民 在这一块 找到了我们的这个水下潜航器吗 那个就是咱们的测量船 科考船放下去 来测试这边的水温条件 水温条件 所以说咱们呢 在海南这一带呢 建立了这个渔林岛啊 这里停放了非常多的 093啊 093A啊 B啊 094A啊 094啊 对吧 马上咱们从 葫芦岛造出来的 095 096 马上就要到 到这边来了 在这边 你看 跟美国先周旋一下啊 你看这里啊 这里面 地形很复杂 跟美国周旋一下 他就搜寻不到咱们了 咱们突然之间就这样 跑到这儿了 然后从这儿就出去了 所以说美国他 恨得要死啊 也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用过去的啊 那种既定的啊 地缘政治概念 能看住咱们 什么第一岛电 第二岛电 以锁链这种来看住咱们 看不住啊 所以说跟咱们冲突啊 就是非常非常尖锐了 这个矛盾 非常尖锐了 所以许其量也 也是也就这么说了嘛 这个战争没法变 肯定会在这里干一招啊 肯定 比如说美国啊 攻击咱们的岛屿啊 干嘛的啊 他肯定会想到 攻击咱们的岛屿 他说这个 这个不是你的啊 这个领土啊 他肯定会 想办法攻击一下 那咱们就给他开战 所以说为啥要全面备战呢 现在我跟各位讲 这个五大军种啊 已经全部到达这个 这个南海这一带了啊 这里呢 有几十万大 这里有十二万大军啊 我其实十二万不止 大概是十七点六万人啊 我都已经跟他算过了 四个集团军嘛 十七点六万人都在这待命了 就是干他啊 干他 那美国也把他当作国防一线了啊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态势啊 也就是说台湾已经 没有办法从中美 啊 对抗当中 啊 抽身了啊 他会死得很惨 好吧 这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重新收看 我是老编达 喜欢的点赞订阅器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